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 及时新闻现场最新消息 先带你来关心疫情指挥中心 现在召开了临时记者会 主要在今天又新增了两位 境外移入的个案 另外有六位泰国人发烧了详细的内容 我们来听听发言人庄仁祥的最新说明 一路的一个确定病例 另外就是大家关心的有关 六名泰国人 从台湾到泰国 那因为发烧而被检验的事情 那我们先报告有关 这个境外移入的一个确诊病例 那这个是分别是20岁 20多岁的女性是案453 另外还有40多岁的男性案454 那这分别都是从佩洛宾返国 那453就是他在7月14号 开始出现这个倦怠喉咙痛 跟咳嗽有谈还有皮肠的症状 那15号返国入境的时候 有跟在机场就主动告知有不适的症状 那所以有在机场裁检 那集中检疫所隔离 今天确诊 那有关他的接触者 目前已经匡列两位 一位是 他在菲律宾当地的同住室友 那今天会返台说明 也会把他列为居家隔离对象 那另外一位是他前后两排的乘客 那这位也是会列为这个居家隔离的对象 另外还有六位并未入境的这个同班机的机主员 然后我们就会透过HR的部分通知相关的国家 那另外就有关案454这一位 他是他也是在7月15号返国 不过他是在7月11号开始有出现发烧 13号出现这个嗅血异常跟伴随感冒的症状 所以他入境的时候也有主动告知有相关症状 所以在机场主动裁检 那今日确诊 那目前匡列的接触者有24位 有12位是同班机的前后两排的乘客 那当然这两这都是所谓的居家隔离的对象 那另外12位是同班机的机主员 那因为都有适当的防腹 所以我们列为自主健康管理 那我们再稍微再说明一下 目前全球的疫情的部分 目前全球疫情就是超过1300万例 59万人左右死亡 那在这个部分尤其是在7月16号 新增病例数是超过24万例 大概是历史新高 那另外美国 美国他们近期的个案数也非常的急速的上升 每天超过6万例 现在已经300多万例了 所以他跟美国跟中南美洲的国家 他目前都是属于这个疫情流行中心 属于比较严峻的地区 那另外在我国附近的 有印尼跟菲律宾也是 目前也是疫情都还在上升的阶段 那再加上近期日本、澳洲、香港 都是因为他们有逐步放松这个 限制的这个措施 所以他们在国内的社区 比如说酒店、校园跟大型聚会的这个 场所都有爆发这个群聚的一个感染 所以我们这边当然是要特别提醒民众 就是说如果我们有民众在在国外的工作 或是国外在工作的或是留学的 特别注意自己的一个感染风险 那目前也提醒民众 目前全球事实上都疫情非常的严重 那这个是有关这个 最新的境外移入的个案 那再来就跟各位报告一下 有关这6位媒体报导 就是说7月15号从台湾的飞机到曼谷 那有6位他们是坐长龙BR201 总共有223位乘客 那其中有6位就是因为路径发烧 然后被带去检验 那目前 我们从昨天到今天 昨天先寄 先寄了这个 透过IHR的管道 透过IHR去 这个问 泰国 泰国当局 那今天再寄 然后再打电话 不过他们还在确认当中 那我们有问了这个长龙在曼谷站的工作人员 他们回报是 据他们所知 目前这6位都是阴性 但是我们还在等泰国方的一个回应 所以我们也目前就先针对这个 这6位的身份就先掌握啦 其中知道这6位其实 据我们所知目前应该不是转机的身份 是从台湾过去的 4位移工 1位新住民 跟1位学生 所以 还在 等候这个泰国这方面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回应 那不过据我们这个 我们的一般的规定 就是我们的国人 就是有任何人进出这个机场 目前都是要用红外线的这个机场进去都要都要用红外线测量温度嘛 那这6位一定都是就是合乎这个这个 并没有并没有所谓的这个高烧的一个状况 这个在我目前知道所掌握的都跟各位报告 好 那大家还没什么问题 那一位 没事请 那好民事请问 请问这6位 这个泰国人士的他们在台湾有没有接触者 这个部分我们有展开异调吗 有没有掌握谢谢 目前就还在等泰国的这个回应 那我先说明 就说以 以长荣给我们的答案 目前是都阴性 那另外我们也密切在跟泰国方 他们也说没有跟 跟这个 所谓的就是WHOHR去通报了 目前都没有任何迹象表示 这6位是有阳性 所以我们只是先掌握这6位的一个身份 那当然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 身份我们其他的个资我们会 也是有掌握 只是说还没有在做进一步的一个调查 对 请 不好意思 公商长早报请教 这6位 刚刚说有4名移工 一位学生一位新住民 4名移工是产业劳工 还是家事劳工 那学生的话是大学的 在学的外籍学生吗 新住民是外籍配偶吗 这我没有仔细修问 掌握了 但是我们一旦有确认 我们就会去查 对 试请 4位太籍宜工是住同宿舍的吗 他们在台湾有共同的 我们没有再继续查 我只是告诉你 目前没有任何阳性的一个 任何告诉我说他是阳性吗 对 只要有任何的 只要泰国跟我说回应 是阳性 我们立刻做后续的调查 好不好 是请 好 谢谢 好 您听到的是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今天临时召开了记者会 就在刚刚召开了 今天又新增了两例的 境外移入的个案 那么稍后有来自现场的最新 我们会持续带您来关注 云上